拜登政府的经济刺激和罗斯福 背景差别太大 然而理论背景 我觉得在罗斯福时期 他采用的基本上是凯恩斯主义的 就是政府刺激 政府刺激 创造就业 这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政策 社会政治政策 不是经济政策 经济政策只是给他一个包装术 只是一个辩护 就证明他经济学是合理的 经济上是合理的 但实际上从经济学本身角度来讲 经济学他不讲良心的 经济学本身不讲良心的 他没有说是有人饿死了 这是经济学造成的 经济学不管这个 经济学只管如何创造财富 在这个中间有人破产了 破产跳楼了 你说经济学要负责吗 经济学只解释他为啥跳楼 他是科学吗 既然是科学 你可以发心是有良知的 但是研究的时候 他就是科学的客观的 你阐述这种现象就好了 他要阐述一个 就是说你一旦违背这个现象 你会得到什么报应 就因果报应 他是研究因果报应 所以经济学跟佛学很像 跟佛学很像 他有共同的信仰基础 就是凡事皆有因果 这话你想不到 他是门格尔国民进学原理的 开篇第一句话 凡事皆有因果 我就用这话来总结他 就第一句话 当然他是德语表述 翻译成中文也比较长 大概说任何事情发生 他都有原因的 凡事皆有因果 这是科学 科学就是这样的 要找原因 那他基本上经济学 就是把这个人的行为的这种 不管他是什么样的动因 他的行为的这种后果 和行为本身要 他发现出一种联系来 告诉给世人 你如果想要得到的后果 你就要得如何如何做 你如果不想要那后果 你就不要那样去做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机制 但关键是你得把内容放进去 比如说你多发票子 最后物价肯定涨 但是很多人就觉得在这能发出花来 就能够否定这个原理 就很有意思 还有些人 你消费的多 你必然你投资的就少 这是个铁律吧 这是个加减法 形式逻辑和加减法 但是有的人就说 你消费的越多 你就生产的越多 生产的越多 你财富就越增长 经济就越好 这你似乎哪点不对 他就是把次序搞反了 次序搞反了 因为你借钱消费 实际上你要还的 对吧 还的是什么 还的就是你的 你的劳动和服务吗 是本质 你把货币一抽掉 你这个现象就看得很清楚 物物交换 或者劳物交换上 就看得非常清楚 一个货币在那 你一下子搞明白了 所以有一个 在西方经济学 这个分类 有讲美国吧 有是宏观经济学 就把货币引进来 叫宏观经济学 研究货币 货币领域 宏观经济学 基本上就有点昏了 昏庸了 我就说基本上就昏庸了 当然你也可以说 它是政府财政学 政府理财学 但是在一个自然经济下里头 货币是自然产生 自然进行的 跟政府没半毛钱关系的 即使是在过去的国王时期 发行金币 它成色不足也会退出 也会被人拒收的 如果国王强制你接收 比如说 我发行的货币越来越 成色越差 但是我要按你按限制接收 那就会叫什么 略币驱逐优币 略驱逐优币 这个是一个 在包装上经常被人用的 但全部用错 没有 几乎没有一个人用对 而约定次数成 把这个误解当成了一个 当成了一个真实含义 但是如果我告诉你 这个本身是个大误解的时候 可能人就不愿意用了 说这个 略币驱逐越越 就是意思说是坏人 驱逐走了好人 市面上都是坏人 好人就没了 好的行为没了 坏的行为占据了 好的行为没了 实际上格雷芬这个法则 这个略币驱逐优币这个现象 他说的是个什么事情 说的是 一旦你强制使用橙色不足的货币 那优质的货币呢 不是大家就不接受了 是大家把它珍藏起来了 这个优币仍然是优价的 你只要承认它的价值 它就愿意拿出来 你橙色不足的 比如说 只是给过去这个优币的一半的价值 你只要承认这个 那我这优币也照样愿意拿出来 你驱逐不了 它又回来了 它只是被人珍藏 所以你在想 他是不是说的是完全是不同的现象 就他在想 哦 这个坏人当道是略 略逼驱逐优弊 他在说什么 说这个世界的法则好像是这样的 但实际上不是的 是世界仍然会珍视好人 只不过是你这个有一种力量的强制 就是你接受 让你像接受好人一样接受坏人 那坏人自然就要隐藏起来 隐藏起来 但是坏人仍然 好人仍然是好人的价格 只不过这个名义价格是在贬值而已 你要用货币来比人的话 就这么比才对 因为这个原理 但是这些人好像就在讲 铁定的经济学上有这么一个原理 这个原理跟跟人事件是一样 我要说这个是一样 但是你理解错了 如果说你搞清楚了格雷辛法则的原意 你就会发现为什么坏人当道 为什么会出现你说的略逼驱逐逼现象 是因为有一种强制力量 让你把好人和坏人等价看待 让你像接受好人一样接受坏人 你当然不愿意 好人当然不愿意 持有这个成色好的货币的人 当然不愿意 所以市面上你找不到他 找不到他原因是因为 有人在市面上强制 你们把他等价使用 那把那个强制量拿走不就完了吗 谁在强制 搞清楚这个问题 这不是人性 这不是人性 人性是优质优价 略质略价 这才是人性 这是人竟被压制 被压迫的表现 不要瞎反思 一反思就把这种政治压迫 变成人性恶劣 把政治压迫下的人文的自保的行为 变成人本来就很恶劣 人不识好歹 这个整个公知界 新闻界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哈耶克很鄙视 叫做知识分子群体 他怎么叫这个知识分子群体 说知识分子群体 就是二道贩子 但是我觉得好的知识分子 他要当好二道贩子 就是圆模圆样的转述 哪怕学生听不懂 那你也得圆模圆样的转述 你要深入浅出 那是大师级的水平 我觉得普通人你就圆样背诵就好了 就跟念佛经一样 你不懂你不要去解经 不要去讲经 你就背好了 你起码不耽误别人了 所以这个 一说到这个话题 这个话题太大了 主要是会引起我很多这种感想 太 就整个一个混乱不堪 混乱不堪 就是在这个 有太多的这种 就是你只要是人文科学领域 不管是政治学还是经济学 实际上我在我的看法里 不管政治哲学还是经济学 早就完成了 而且也就像物理学和化学一样 没有什么新东西可加了 心理学上可能还可以有 一些微观现象 或者一些其他领域还可以有 但是政治学经济学 没法创新 没法创新 我这个潜在之意 就是说 关于这一块的这种 真理部分 基本上主干线团已经都完成了 你就不停地背就好了 但是不要违背它 但是我能看到你 比如像克鲁格曼这样的 就是纽约专栏作家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也是经济学者 他也会讲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就是我觉得违背 这个大学一年级的 微观经济学常识的 因为这个是巨大的诱惑 这个就是哈耶克 他获得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 他应算第一任吧 74年的时候 他说最大的优惑就是说 很多人都在问你这个非经济学问题 你克制不住你会去讲 但我觉得呢 就是说 这个很多人讲经济学的时候 他不是他缺少基础知识储备 而是因为他为了 为了让听众接受 或者为了推销某种价值观 他就忽视了经济学本身是一门科学这个特点 这个大的事实 他把经济学变成了财政学 财政学无可无不可 这个钱怎么花是老板的事 当然财政学也 也会有科学的部分 对吧 也有科学的部分 但是你对于他的价值部分 审美部分 比如说这个国家 他认为贫富差别比较大 我要多挣点税 要补贴给穷人 你可以这样搞 但是你不要说这对经济发展有好处 这俩概念 这个对你稳定政局有好处 还有你说你要挖扩军 这大炮和黄油的问题 这也是这个 萨绵尔勋经济学里头 最喜欢举的一个例子 几乎所有美国学院都 他这个大学一年学期 都要讲大炮和黄油 多少人用大炮 房屋问题 那是国家的问题 那不是经济学问题 那可算经济学应用 实际上太多的人实在搞经济学应用 但经济学应用的 有个大前提就是 价值观先行 因为有你的任务决定的 你要把经济学这个工具 用于什么 用于哪 是你 这种 个人前程策划 还是个国家财政管理 或者说社会财富安排 社会财富们 这是一个独裁者的话语 一个自由主义者 不应该说这种话 但是安排这个词 你只能把它看作为 是一个客观现象 不是人为现象的时候 你可以用 就是说 你是价值先行的 就是说你是既当律师 又当 又当原告 又当法官的 还有什么法律经济学 这种很多经济学霸权衍生出来的东西 都出现大问题 就想用经济学法则去解解决政治领域的问题 法律领域的问题 就会都出现了一些大问题 实际上那些学科本来都很成熟 结果经济学家一进去就搅和的一塌糊涂 包括一些数理学家也进来 把经济学引入很多高高维积分高等数学来 在蒙格尔那基本上一开篇就说经济学不适合于数学方法 不适合于数学方法 因为你人的这种 编辑的变化不是一个量 不是一个可计量的量问题 它是个价值这种 是个排序问题 它不是一个单位 两个单位 三个单位 不是个数量问题 它是个排序问题 它是first second 第一第二第三 它的价值 它的价值排序 没有一个价值量在这 不是引入货币的 这个价值就可以衡量了 所以这个 我可能讲的不太好 但是 就是说 现在的经济学 一旦在政府政策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变忽视 基本上是变忽视 因为在政治领域 是我认为是经济学无干的 经济学你可以指出来它的经济后果 但是经济学家没有权利 也没有 也没有义务 没有权利 就是说决定 就是这个钱该怎么花 它经济学家 所有经济学家都认可 就是征税 就会让经济动能衰减 就会伤害经济 我觉得 这是头脑正常的经济学家 不正常的就是说征税 会有好处 会有好处 对经济发展会有好处 还有一个就是说 这些税收怎么使用 那我觉得基本上是财政学问题 或者说国家问题 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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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处